早上的六點半 話說搬來近近學校後 未試過這麼早出門口 今天我去哪裏 今天當然不是上學 今天我是去另一間學校做服務 那間小學是中環的 我現在不開車 要早點出去搭輕鐵 轉地鐵 去到中環做腰服務 那今天的服務做什麼呢 主要是教人工智能 那一間再向大家報告 就是搭610了 去兆康 我們住屯門的人 有西鐵是很方便的 因為走到南昌站一轉 很快就可以去到香港那邊 南昌站 就轉東涌線 向右邊走就去東涌 向左邊走三個站 就可以去到香港了 國際金融中心商場 來到中環了 又找到 Eric哥了 我們來到成功會基因小學 向右邊走 向右邊走 開車好了 是不是可以開始了 找一班小五的同學 人工智能 非常好 阿Sir說得很好 給點掌聲 阿Sir 工程師想建造一些機器 來模仿人類的行為 這裡包括的工程學和科學 就是人工智能 人類的行為 例如這些 眼睛可以偵察物件 分量物件 嘴巴可以化文字為語音 AI人工智能 是指以由人製造出來的機器 能夠執行到一些工作 令它好像擁有人類的智慧 它提出了一個圖靈測試 測試是這樣的 準備兩個大黑核 一個裡面是人 另一個裡面是 將會被測試的機器 然後就被另一個人 和這兩個黑核用文字 對掛一定是這樣的 如果它無法分辨出 哪一個黑核是人 哪一個黑核是機器 那這個機器 就可以被視為擁有人類的智慧 其實智慧這個東西 本身就很難解釋 連帶AI都很難 避下客觀的定義 不同人對AI的定義 或者希望都不同 有些人就軟一點 有些人就鬆一點 其實都正常的 亦都發脾氣的 情況就好像 你認為狗人沒有智慧 那魚呢 蟲呢 植物呢 細菌呢 病毒呢 其實不同人的標準都不同 AI故事是很難解釋 但是都不是很準得的 於是 人們就採用教養政霸的 A器學習一次了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明白 機器學習 其實不像人這樣觀察 分析 理解和吸收 現今的科技 遠遠未能做到 現今大部分AI 都屬於機器學習 例如人面偵察AI 就是由過晚 將人面圖片訓練而成 這個 學習一下 然後呢 另外呢 這個 我想借一個 瓶子 這個罐 我又來學一學 最重要不要影響自己的身體 否則他又傻了 學得夠多 罐頭 其實同合裝 真的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他要訓練一段時間 對他來說 不是容易的 對他來說 在沒有東西之下 他居然說是瓶子 他可能看到背景 已經覺得是瓶子 所以這個是有些問題的 是學得不太好 各位你看看 看不看得到 是瓶子 是瓶子 看不看得到 是瓶子 看不看得到 是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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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要分電腦做的 怎知道呢 一時瓶子 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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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瓶子 水瓶子 你的樣子要走開才行 你沒有搶人 你沒有搶人 我想看一下 你的樣子走開了 看看 看不看得到 好 合裝 接著呢 第二樣東西 哇 好東西喔 也是個中堂的老師 他在YouTube上 常常都教學時 同學做中堂的科技 在Stan上教學 是用來自副製造的 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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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呢 就做完這個 人工資源流的工作方 這個基因小學 現在就做完了 就在中環街市 就走來走去 我們 這裏是中環街市 內部 好啊 好啊 卡路士 今天吃了午餐 味 啊 我看到啊 我聽到的 卡路士 燈 他分析卡路士 OK啊 一套的Drumset嘛 他有些是打賊嘛 Sorry 內 他有些這麼大的 有些這麼大的 拜拜 這裏挺好玩 這裏 這裏遲而身呢 就是中環街市 那現在當然改建了啦 就是一個 展覽的地方 好啊